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今天依舊是桃園以北地區 以及東半部地區降雨機率比較高 尤其像是基隆北海岸跟東北部的宜蘭 降雨最為明顯 容易出現短延時強降雨 因此中央氣象局 就針對宜蘭發布了好雨特報 另外基隆北海岸 則是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那麼中南部地區呢 是雲南部地區呢 雲量比較少一點 大多是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不過到了晚上 隨著華南雨區東移的影響 整個北部地區降雨機率都會增加 那麼中南部地區呢 則是雲量會變得比較多一些 因此提醒在北部的觀眾朋友 外出的話要記得隨身攜帶雨具備用了 而今天溫度方面 比起昨天是有稍微回溫一些些 不過北台灣地區也依舊偏涼 高溫是落在20 21度左右 至於中部跟東部的花蓮 則是落在23 24度 那麼南部跟東南部地區呢 稍微溫暖一些些 高溫來到25到27度 不過要注意日夜溫差依舊是偏大的 所以早上晚上的話 記得還是要做好保暖工作了 那麼明天依舊受到了 華南雨區東移的影響 所以中部以北地區還有東半部地區跟南部的山區 也都會出現局部短暫震雨 至於南部的平地也可能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狀況 而19號開始呢又有一波冷氣團南下 所以各地的天氣會再度的轉冷 尤其禮拜天呢整個低溫還可能會下炭到10度以下 就要記得做好保暖了 一直到22號開始冷氣團再度減弱 那麼全台的氣溫才會稍微回升 不過中部以北地區 東半部地區還有南部的山區也依舊會出現局部短暫雨 接下來這幾天天氣變化不少 一定要做好注意的工作了 接著我們透過土卡一塊來關心 今天各地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基隆17-18度 台北18-20度 新北18-20度 桃園18-20度 新竹18-21度 苗栗18-21度 局部地區都會出現降雨 那麼中部則是台中20-23度 彰化18-21度 南投20-23度 雲林19-22度 江義19-22度 局部地區也會出現短暫震雨 南部地區 台南20-22度 高雄22-24度 屏東24-27度 山區要留意也會出現短暫雨 東部地區宜蘭19-20度 花蓮21-23度 台東22-25度 要特別留意的是 宜蘭可能會出現好雨 外島地區 蓮漿8-10度 金門12-17度 澎湖15-17度 要留意可能會出現較強震風 最後小丁寧要再次提醒大家了 今天基隆百海岸跟宜蘭地區呢 可能要盛防大雨 那麼沿海跟外島地區 則是留意會出現強震風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 就算了 加油 請劍